经过上一次跟新车玩的那么开心 我发现我长歪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高环的上面 那我们现在这个高环很明显 就是要去挑战蒙丢的运动版急速了 但是这部车我觉得201的急速 对这套动力系统来说太简单了 但是我们就玩点不一样的 看一下能不能突破这个官方的急速 对 我就看201还是稍微有点保守 如果没有电子的限速 再加上一点配合的话 很期待可以跑得更高的急速 那么就和各位冠军一起来试一下 来 试一下 新车你之前跑过高环没有 之前没有 是我第一次跑 竟然作为一个高环的前辈 那我走前面不过分吧 你先走 但我一会会追上你 OK 那我们的战术我在前面带着 然后你在后面就尽量离我近 因为其实我就有点担心说 我们在破急速的时候 那个电会用得太快 因为它其实一点几度的电 对于这种油混来说是很正常的 就怕它的电提前放光 对 所以我在前面让你在后面相对来说 就比较节能一点 因为这里设计时速在180 240两个道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180这个道 先按着180来跑 然后我们拉直了之后 就是我们就全力 然后我可能过了这个高环之后 我就往旁边让开 然后你也不用去收油门 让我约 我在你后面我的风阻会小 我一定可以去跟上你的 当我真的贴到你屁股的时候 对 好 我往右一瞥 你就砰 我就把你发射出去 这个就是我们看自行车比赛里面的 那个前面的带冲车手 跟后面的冲刺车手 就是这个战术 等于阿卓要帮我在前面 在这个风里面 在空气里面打一个洞出来 然后让我钻过去 没错 好了 出发了 我是作为前面的破风手 其实这部车呢 因为它有308的综合的功率 所以其实它的急速可以很高 200真的就是保守了 根据一个阻力的公式来算一下 大概210速的话呢 你的车需要100到120千瓦的功率输出 就已经可以做到200的急速了 那具体要100还是120 就根据你的车的这个风阻啊 你的迎风面积啊等等 接下来决定嘛 对吧 它这个急速是因为这个混合动力系统呢 它里面没有变速箱 它只有一个行形齿轮组 所以它会受到你的发动机的转速 受到电机的转速的限制 而只能跑到200的这个轮端的速度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裤裆可以抛呢 就来试一下 挺有力的其实 好 现在新哲在我的后面呢 它还戴着一个墨镜离我特别特别近 真的一看后视镜就会有这种心理的压力 但是我又要看着它的这个状态 所以呢 现在我们两个呢就好像一个连体鹰一样啊 就是连在一体在拉火车了 好爽啊 果然后面跟着一个职业车手呢 我在前面也是信心很足的 因为我知道它知道我会干什么事情 而它作为一个职业车手 对于这种超高速的跟车呢 也是很有心得 所以我也不担心它会出现什么问题 好 我们现在呢可以上第二根环线了 已经150多 可以保持在180的这个环装线上面 没有问题 好 高环这个车还是非常非常稳的 你看就是这种吸在地面上的感觉 包括它的胎道路道这些表现也都还不错 而且就是那种主观的安心感是非常足方向盘 也很重 很沉 而且呢它已经没有以前的福特的车的方向那么贼 所以它在高环上面保持直行的能力 真的是挺强的 而且就是一个混合动力的车 我现在能够长时间的保持160 170在跑 就脸不红气不喘心不跳的这种感觉 就说明这个车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在手上的 好 我再逐渐的再提个速吧 我们来180 180没有问题 已经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了 耳边的全都是风的声音 我一会儿真正开始 大概会跟你从基本上从这个位置开始 就是跟你差不多这个距离开始 OK 可以 可以 慢慢的你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抽出来 然后一会儿你可以一直保持在180这个车道就行 我现在慢慢移动到180 好 OK 来 好 我在前车呢就是负责把这个空气 撞开一个口子 现在170 我的油门还有三分之一是没有踩下去的 好 175 176 177 178 你可以往急速跑 因为一会儿我会 基本上我也是急速的这个情况 你就往急速往200跑 没有问题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的平稳 我甚至可以只用一半的时间在看路另外一半时间 是可以盯着这个屏幕的 过了这个斜坡啊 你就直接全油门 你就往你就往你的急速跑就行了 然后我在后面跟着你一起跑急速 我应该做得很快 好的好的 我现在185 我继续加速 用力 push push 快200了 200了 我会稍微拉开一点点再往里追进 好 207 我都已经207了 哇 离谱啊 好 越来越近啊 越来越近 哇 208 哇 直接到208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 这个动力是没有用完的 就是在高速的时候 它就应该它就不往上速了 因为上了2008感觉很轻松 这个车其实加速 动力确实还挺强的 从140加速到200感觉轻轻松松的 140再踩的时候 我觉得这车挺有劲的 对 这个车就是感觉到了180再往上 都是那种脸不红心不跳的那种感觉 然后到208呢 就突然间一掐 就再往上踩都已经没任何的反应了 对 它应该是到了一个顶转 不管是引擎还是电机 反正它的设定应该是到208 然后剩下的只有丰盛 其实有点遗憾的 我还希望能够就是它 我觉得这个车的潜力到了223 都完全没问题的 因为首先我刚才在跟你一块做配合之前 我自己已经试了 各位冠军 哇 这是我第一次在实验场的高环来进行一个驾驶 说实话我觉得还挺超过我预期的 就是它的动力比我想象要好很多 就是我先想的 OK 140再加速 160再加速 应该得让我等一会儿了吧 其实你下去马上 你不管是在直线还是在侧坡上 其实一下动力就上去了 我们来简单体验一下 140之后这加速依然还是很可以的 很快就到了那个terminal speed 就是到了它已经就不能再加速的那个时候 但我觉得它远远应该是不止这个速度 它可以去到230 就以这个动力水平是肯定够的 因为其实混合动力车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就后进不足 可能在市区里面开挺轻快的 这是因为之前的很多那种油混 它用的那个内燃机 其实只是为了给这个电池提供一个动力 但是它没有一个很好的高转的输出的那种延续感 但是这个蒙迪欧呢 它用的是一个2.0T的EcoBoost的发动机 所以它其实到后半段 因为它有涡轮的关系 所以它其实给整套动力系统 它提供的那个往前拱的那个力量还是很足的 各司其职 高速的时候就引擎比较擅长一进引擎来 然后比如说城市里面啊 就要节油的话 就电机比较擅长 那你就多出点力 包括你在高速上面 你也会发现它就算140 161踩下去 那个推背感马上就来 我看真的是还 我真的还挺 我说小伙低估你了 我觉得160一踩下去 还真的还是在往前在走 它是能够一直顶着这个208 不会就开一段它没电了 就急速就往下走 对我非常确定它是因为应该是一些电子的限制 到了这个速度 因为这个表非常稳定 就在那里一动不动的 它不是那种一公里一公里一公里往上走 卡到208 而是走走走走到260 上去很容易 那种感觉 而且还有一点还是挺安定的 首先208开的时候 你在直线就非常的稳定 然后试验场的时候 今天安全员也跟我们说 因为前阵应该大暴雨还是什么 就有点沉降 有点沉降 刚刚也感觉到了 对在那边有一个位置是明显 你要坐一下 有一个坑坐一下下去 然后再起来 然后也非常的稳定 就是有一个坑 好我知道了 但是其实对你的驾驶是没有任何的 不会让车摆 也没有任何不安定 就算开到200 它的高速的稳定的表现 就是让你很放心 不用说很紧张 一定要盯着路面 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 开着感觉像高铁一样 就是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变化 就只有很稳定的破风的声音 就稳稳的在跑 虽然说没有办法能够破到它电子限速 不过我觉得这次算是对这个车的那种 极高速状态下的体验 我觉得也还是蛮让我觉得满意的 对 那反正我们这个挑战急速项目都结束了 但还有一点时间 要不咱们也给这个辛苦工作的这个摄像老师 一个小福利 我们带他们跑跑高欢 可以啊 没问题 要编队一起跑吗 没有我们一台车上五个人 跟我走的举手 好